一天就吃一餐了 没有班上了 现在工厂 都不知道怎么说啊 点到月底了都还放假 放两天假 31号再上班 难搞啊 老板说了 下个月才有活干 这个月都是和西北风的 假的 招炮的 怕你们跑路 怕你跑路啊 想换工作了 有什么工作介绍的小伙伴 我要辞职了 找工作了 这样下去没法活了 这个月才算了12天吧 怎么过了 两千 两千块钱都没有 2023年失业的人多吗 我在惠州一家中小企业 做人事 我所在的分场目前是80 但在接下来的七八月份 将会有三分之一的人 被安排轮流休假一个月 我离职后 公司也暂时不考虑再招人事了 在公司订单下滑 一大批人被裁员的情况下 接下来又将有一千一百五十八万的 毕业生加入找工作的大军中 港位需求少 就业人数多 竞争大 工不应求 是不是就意味着 以后的打工人会越来越卷 越来越廉价的 我记得16年刚出来做文员 一个月都有三千五百 为什么到现在三千多的文员还是有人干 房价物价都蹭蹭往上涨 唯独工资没怎么涨 打工人们我们能不能不要再卷了吗 我们的劳动力能不能不要再那么廉价了 能不能在薪酬和工作量不对等的时候 对老板say no 但还没有出ICU呢 外贸又要躺下了 就在最近海关总署公布了最新的出口数据 以美元计 6月中国出口同比下降了12.4% 市场预计接下来几个月 出口负增长仍然会持续 前几年风光无限的外贸 怎么一夜之间日子都跑过了呢 首先就是外政的减弱 前两年虽然疫情之下 全球经济都不仅进 而耐不住欧美的一个劲的往外撒钱啊 那欧美人一看 政府发的钱不用白不用 于是呢大家就是一顿买买买 当时的全球贸易什么情况啊 国内的厂家货还没造出来呢 订单就已经排到半年后了 但现在情况不一样了 从去年开始老美为了一直通胀 宁愿引爆银行危机也要加息 那结果就是欧美经济的衰退 一边呢是高企的通胀 一边呢是经济衰退 哪怕是奉行消费主义的欧美老百姓也开始勒紧裤腰带过日子了 其次呢就是老美在刻意与我们脱钩 2020年之前呢 咱们一致都是美国的第一贸易伙伴 可是现在情况啊变了 2022年中美贸易总额呢 仅仅6906亿美元 从曾经的第一跌到了现在的第四 那这种背景下国内还有一部分的外贸订单呢 尤其是劳动密集型的产业被转移去了东南亚 要知道啊 产业链的转移一旦形成趋势就很难扭转 也就是说这些转移出去订单 基本就是一去不复返了 那一边是全球需求的减弱 一边呢是欧美故意减少给国内的订单 两者影响之下就有了现在的局面 当下国内经济的三驾马车投资出口和消费 只剩下消费这一条腿了 这就意味着未来经济很大程度要靠内需拉动 所以接下来一定会有更多支持消费的政策出台 比如新能源车下想家电补贴消费券等等 不过这些都只是一时的 真要让普通人想消费赶消费 那就必须要庸化分配结构 让老百姓手里有钱心里有底气 你觉得呢 这样的杭州你还愿意来吗 普通人航漂不得不接受的几个现实 今年杭州工作环境很不景气 杭州大部分人的工资并不高 很多博主在网上宣传 在杭州随随便便月入过万 其实真正杭漂的人才知道 杭州的工资真的不算高 三千到五千的工作比比皆是 反而月入过万的才是凤毛领奖 第二 杭州的房价是真的高 平均每平都要三四万左右 可能你在杭州努力了那么久 也根本买不起房 第三 在杭州很难找到合适的工作 杭州大部分是电商销售类的工作 而且非常卷 大部分没有双修 工作时间占了生活的百分之八十 没有时间去享受生活 杭州的生活成本真的不低 如果你是一个普通人 想要在这里生活 你需要接受一份面条都是要二十好几 抛开这些来说 杭州确实是一个很适合旅游的城市 但是想要在杭州生活的很好 对于普通人来说 确实有点难 好几天没去我们商场的男装去看一下了 今天给大家拍拍视频 现在是七月份了 商场的客流量还是很少的 七月份就是淡季了 还有挺多的短袖的 圆脸的T恤脸的都有 我们家主要以休闲商务为主 价格嘛也不算特别贵 像这种三百多块钱 四百多块钱 这种还三三四的 现在呢就是寂寞了吧 基本上你就是打半价了 打完折就是一百多两百多 裤子 T恤 都有 三年疫情终于熬过去了 但是今年的生意差到了极致 让你感到回忆人生 从来没感觉过生意像今年这么难 看这商场里 只有我们员工 这些穿黑色衣服的 都是我们员工 半天就来了这一班顾客 还是啥也不买 你看这价位嘛 一百九十九的 特价一百的 什么样式的都有 就是顾客人太少了 短裤 短裤也有 特价一百的 特价一百五的 特价六十九的 全是特价的了 以前卖一条裤子 正常三百多四百多 特别正常 现在特价九十九 特价一百五 这生意太难了 最后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中国近期经济衰退 导致餐厅停业数量激增 从而引发大量二手餐厅用具流入市场 这些用具多来自失业后 转向餐饮业的个体户 他们原本期待疫情后经济复苏 却在数月运营后不得不停业 一名名叫和的老板 他的二手餐厅用具商店规模在全国前三 他在2022年在北京和上海设立二手餐厅用具仓库 近期因二手用具需求激增 又在南京杭州等地新建大型仓库 他表示 今年三月 随着疫情稳定 大批中年人开始转行为个体户 开设餐厅并购买大量二手用具 然而 仅仅三到四个月后 他们经营的餐厅多已停业 导致二手用具过剩 和老板的各地仓库中 现有的二手餐厅用具已足够供应四万家餐厅 这反映出中国大众对疫后经济重启 报复性消费的过度乐观期待 然而应对经济不稳定的担忧而紧缩消费 使得大量中年个体户遭遇经营失败 据报道 今年上半年 开餐厅失败的个体户多为35岁至50多岁的中年人 主要来自房地产 IT和教培等三大失业群体 和老板举例 一位阿里巴巴离职主管 在北京开设连锁餐厅加盟店 投入了人民币200万元作为加盟费和装修费 然而 到了五月底 店面客人稀少 导致他无力支付租金 最后只好关闭餐厅 除餐饮业外 中国的网约车行业也吸引了大量失业的中年人 一位在北京的滴滴司机表示 去年他在一家大企业上班时 花费了2万元将车内座椅换成了真皮 今年年初失业后 为了每单赚取20元 他只好用这辆车载客 这些情况反映出中国当前的经济困境 许多中年人转行开餐厅或驾驶网约车 但由于经济形势的不稳定和消费的紧缩 他们的转行并未能如预期那样成功 反而让他们陷入了更大的困境 今天说到这里 喜欢我们的话 请点赞订阅 我们将一如既往的为您提供真实的报道 请订阅